在上期的华人故事当中 我们讲述了法籍华人梁超群 历经波折 最终在巴黎成立了自己武馆的故事 然而让梁超群没有想到的是 他虽然成立了武馆 但却没有在法国站住脚 他未来的生活出现了更大的挑战 1997年 梁超群在法国成立的 以中国北派功夫内加权为核心的 自然门中心 拥有了自己的第一批自然门弟子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 武艺高强的梁超群 竟然也有过被人打劫的经历 都是发点松松的 1997年春节说 我要借一个朋友摄像机 我要还给他 这春节人家都要拍 我走到他楼底 按那个门铃的时候 他有那个密码 五楼就可以开门了 我按了密码的时候 当时我听到身后就有脚步声 我一回头看 就习惯了 这很正常 一看就有两个 一看就是阿拉伯的人 十五六岁 再远的话还有五六个 梁超群朋友居住的地方 是巴黎十一区 位于塞纳河右岸 是巴黎人口密度最高的一个区域 在这之前曾经有中国人被打劫的先例 眼看着几个不怀好意的人紧紧跟上了自己 梁超群本能地觉得大事不妙 当时他就问我 他说你是不是住在这里 我说 我当时说的很意思 说的很简单 因为一年还不到 我说 我不是住在这里 我说 来看朋友 当我朋友开门了 我进去 进去了 等电梯下来 电梯下来 他非常文明 他让我先进去 我一进去了 他两个人站在电梯的门口 那电梯的门就关不上了 电梯门被人堵住 一瞬间 梁超群就被逼到了没有退路的空间里 他只能下意识地靠在了电梯的一边 防止自己被四面围攻 他就问我 他说你手上拿了什么东西 我就没回答手上拿了什么东西 我知道 我说 我法语说的不是很好 就是巴黎巴黎方说 没有学习的功夫 就是我说 我法语说的不好 当时我是有功夫的教练 当时初期的时候 我们都有一个腰包 就是旅游的腰包 也带着名片 那时候那名片是中国大书系的 写的中英文的 Chinese Kung Fu Coach 我们拿出来给他看 在这张名片上 梁超群印的头衔是中国武术教练 这也是梁超群有意地向几个打劫者暴露身份 然而仅靠这张印有武术教练的小小名片 就能把歹徒下退吗 他另外有一个人放在袋子里面 可能有刀吧 有两个人吧 另外一个人拿着我 接着我名片来看看 看那个英文说 再看看我一眼 我讲话就是很正常的 也没什么紧张的 害怕的意思 因为我有信心 他就把名片还给我 算你走硬 Vuja Vila Chance 就说算你走硬 明天是你们中国人的春节 他就走出去了 梁超群要看望的朋友 是一个太极拳教练 他把刚才的经历告诉了朋友 他说为什么不打 我说王师傅 第一个打了你这摄像机 万一损坏了 五千多法郎 我当时找不到这么多的 这么钱来陪你这一个 第二个 外面还叫了五六个 我能打赢这两个绝对没问题 但是我今晚上出不去了 外面还有人 那如果不能打 不打的话 也没有什么自己 是不是损坏 也没有抢的东西 也不是很好嘛 是不是 练武术就是勇气 我有信心 我有勇气 但是最好不要动手 就不要打 就圣子兵法里面说嘛 不战而屈人之兵 就不是很好 梁朝群说 不战而屈人之兵 某种程度上 这也是武功的最高境界 而仅凭中国武术教练 这个头衔就吓跑了歹徒 这也让梁朝群内心 对中国功夫声名远扬 感到深深的自豪 可是用梁朝群自己的话说 两名头只适用于震慑一些 不入流的小毛贼 对于在异国他乡开武馆的他来说 更难以处理的 则是一些以学生之名混进来 实际上则是来挑战踢馆的人 他就是问一下武术 我教学 一般我会解释 介绍 我说中国武术有南派 北派 有内家 外家 南派 少林 空手道是从少林这里演变过去的 北派比较注重的长腿 长手 比较潇洒 流动比较快一点 活动 南拳的话就是扎着马铺 空手道就是南拳 扎着马铺 内家主要是炼气 内家是受中国的道家的 哲学思想的影响 老子的那一套 外家是达摩 达摩是从少林 从印度过来的 这不是我们本土的文化 真正的本土文化是道家的文化 说者无益 听者有心 梁朝群说 空手道的发源地是中国少林 让这位极擅长空手道的学生大为不快 他说竟然是空手道从中国武术演变过去的 但是我们空手道很注重实战 他说我这几年看到你们中国武术表演是非常漂亮 就是比较难度高 跳得很高 高难尾 我说你所看到的是竞技武术 我们还有传统武术 我练的是传统武术 我没有参加那个电影拍的那个 跳起得非常漂亮那个 他说 这么说我们合不合一 就是这个四项 当时梁朝群的武馆刚刚成立 全武馆的学生都在注视着这位中国师傅 如果梁朝群不接受挑战 那他为师的尊严将会一扫而空 我就站过来 站过来 他说你准备好了吗 我说我早已准备好 你准备好了 我就就随意站起来 我是自然没了 很自然知识 不要摆架 他一拳拿来啪一脚 我头一后仰 他朝我头一 啪一个左腿就踢到影骨 就是一脚 你行家一伸手 辩子有没有 这一瞬间的交手 梁朝群便把对方踢倒在地 他周边的学生很多都没看清楚 怎么只是一眨眼的功夫 挑战者就倒下了呢 他一拳马就一拳 朝了空手刀朝脸上 我朝我头一 看都不看 我眼看都不看 我很有信心就踢一脚 就是这样人的张腿 经过这次交手 挑战者才开始真正拜梁朝群为师 他向梁朝群自保身份 说他是一个资深的空手道教练 在巴黎也有自己的武馆和学生 因为非常信服梁朝群 这个空手道教练 后来还邀请梁朝群到自己的武馆 去教学生学习中国功夫 像他这样比较开明的教练也不到 因为你请一个人去教他的学生 无心中他把你捧得很高了 因为他自己的学生 是不是 而且他同时也跟他学生一起跟着一起学 那几个照片都除了在巴黎的学生以外 还有在非洲的摩洛哥 就是在非洲摩洛哥的那个武术 联合会邀请04年午夜到那边去教 是335个学生 在一个很大的体育场 这个是在巴黎的教课的里面 梁朝群说 鸣枪一朵 暗箭难防 2002年 梁朝群应欧洲国家安道尔的邀请 去传授自然门的绝技烟杆功夫 而正当梁朝群 耐心地向学生解释中国功夫 一寸长一寸强 一寸短一寸险的时候 一件异常惊险的事情发生了 也是课堂 也是休息 大家休息 喝水就喝水 坐在这站着聊聊 他就想起来 我说兵器长 有长的好处 短呢 也有短的好处 我说我应敢 他不相信啊 因为我们说 我们这个祖师爷学矮子 就是一个烟杆就可以对付你的刀剑 它的刀最锋利 就是这个封口 剑呢 就是枪 就是一个扎尖 你把它避开 它就没有很大的花费的作用了嘛 我就拿着烟杆 就是说短硬器 因为我们的祖师爷 都是用它的短硬器 从来你拿什么刀剑 它都是拿这个 他说是吗 有这回事吗 你随时拿起来捅过来了 真是 你没反应了 真的你没有练的武功 一般练的武功 你也没有这么快 它没 不是像空手大的时候 我们来切刀试一下 那是比较好一点 它等于是按了一下给你一下 幸好我还是练过 练过这样的功夫 我手先打开 打开它那炸过来棍了 你打开头削它 炸它那个拇指 它这个前手的拇指 敲了两下 它很高兴 幸好它手痛啊 手流血啊 这个皮啊 它幸福你了 就这样 凭借着高超的武艺和实力 梁超群的武馆 变得越来越有名气 学生也越来越多 更为难得的是 其中有四名学生 先后获得法国桑达比赛的冠军 而面前这位小个子的法国学生 则是梁超群的得意弟子 师徒俩还曾在2012年6月 一起参加过欧洲太极拳的比赛 6月份我跟他同台比赛 就是欧洲太极拳冠军赛 他参加了三项 他拿了三个冠军 我参加了三项 我拿了两个冠军 一个一二亚军 我给他取了一名字 有百个师的学生 我都给他取了一名中文名字 叫做欧力武 欧洲的欧 就是成立一个力 武术武 他说他六岁就开始学习日本武术 那个时候 由于是他也是受李小龙的影响 因为他出生之后呢 他把董事 他爸爸经常给他看了李小龙 那个录影带 他六岁就开始学习日本武术 当时没有一个中国的师傅 叫传统武术 后来他移到我之后呢 他就停止学习日本武术 就跟我学习中国武术 除了学习武术技术以外 对他来说 更重要是怎么学会做一个人 给他一个成长的过程 给他很多的指点的 像一个指路人 梁超群明白 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 现在除了亲自教授武术外 他还授权像欧力武这样的弟子 独自去开设自然门功夫的武馆 他首先呢 觉得武术 学习武术呢 没有止境 他一生中会继续学习 另外呢 他说喜欢将这武术呢 在当法国 在西方传播起来 就是为了发扬康大 中华传播的武术 他会永远走下去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梁超群奸细 中国的功夫 可以一代一代 在更大的范围内 传承下去 中华传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华传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